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只要出了這個新聞 他們開始接下來就會有一個年輕人 把所謂的大波劍人拿去做一個 所謂的一分鐘的短影片 然後開始在藍營的群組裡面開始洗 一直洗一直洗 讓這些事情在藍營的這個基層裡面發酵 那增加大家仇恨陳劍仁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對他們來講有用 沒錯啊 他就要動員自己深藍的群組就好啦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剛剛部長所說的 過去這個臺灣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兩位阿伯 兩位阿伯 都用日本名字 他們那時候要打掃就要有日本名字 我們爸爸 我們爸爸又去做日本兵 是 我們阿公也做日本兵 日本兵跟誰相前 跟中國啊 跟中國相前 跟美國相前 跟美國相前 我們阿公還差一點死在中國 因為他是日本兵派去中國打戰 他一點死在那個地方 日本的冷透嘛 是嘛 所以你是 美國也來風扎台灣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都在操作所謂的省籍 都在操作族群的對立 我告訴你 臺灣人 這就是過去臺灣人的歷史嘛 我的阿伯阿伯 七十幾歲 八十幾歲 現在都還有日本名 現在我們親戚互相在稱呼他們 都還是用日本名字在稱呼他們 這有什麼不對 這就是臺灣的歷史 但跟國民黨有一群人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是跟著中國 跟著蔣介石來臺灣的這一群人 所謂的外省人 是完全沒有這一群 這個歷史的 而陳建仁的爸爸 過去是國民黨的黨員喔 曾經代表過國民黨選舉過的人喔 你們曾經國民黨也用過他來選舉喔 而且是重用喔 是 結果你現在把媽 媽說他是黃民化的子弟 結果你們過去用他的時候 叫他出來代表你們國民都用選舉的時候 你為什麼沒有把他拿出來操作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非常的惡質惡劣嘛 陳建仁的爸爸是國民黨過去重點提拔 在屏東選舉的人耶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又拿出來消費 那時候為什麼不說他黃民化 所以不提名他 是嘛 人家很夠優秀 不僅爸爸優秀 他們兒子也優秀嘛 結果現在他的兒子做了選擇 在政治上面 沒跟國民黨在一起 為民進黨 然後為臺灣服務的時候 你就消費說他是什麼黃民化的子弟 什麼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惡質 但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這一件事情 從陳建仁開始組閣的新聞出現 到現在 一月二十六到現在 你知道趙善和康有幾種冒法嗎 他罵陳建仁是所謂的不倫內閣 再來隔兩天 他說是新平裝舊舊 在第三天 他說陳建仁戀戰 第四天 他說新內閣增該詞 都是他講法 一天換一種講法 然後不只是他 包含徐曉星 包含朱立倫 包含洪孟凱 包含王洪威 包含羅志強 這些所謂的戰鬥欄 每天對內閣都有一種新罵法 而這些的罵法全部都是在操作仇恨 並不是對於內閣 剛剛我們說的 如果你覺得疫情造成臺灣人民經濟不好 所以人民生活過得不好 那你應該要具體提出建議啊 他有沒有具體提出建議 沒有 他只是要逗湊你個人 但陳建仁對臺灣的重要性 讓我想到一個人 就是翁錫慧 過去國民黨在打翁錫慧的時候 也打到一文不值啊 中原院院長 是 把他打得一文不值 後來逼了他持續院長這個職位 後來國民黨打的是不是真實的 不是 然後臺灣就失去一個 諾貝爾獎的得主 我就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惜 而陳建仁如同是這樣子 他的學術論文的發表 他對於他在這個 醫學上面的工位上面的貢獻 還有他擔任這個副總統的時候 對臺灣的貢獻 其實都是看得到的 但為什麼要這樣子消費他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 只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尤其是趙少康 趙少康每天一打 每天換一說法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炒作自己的聲量啊 他想選總統 對啊 他要代表國民黨選總統啊 他要爭取深藍的人 對他的支持啊